今天我們要玩的是 在2022年CP值最高的造型 沒有錯 就是這一期的盛典 阿萊斯特全新的造型 金湖術士 同時也是狗小生最愛的口頭禪 來啊來啊來啊 阿萊斯特叫我哥扁你 沒有錯 今天這場可以說是非常精彩 我所使用的這套裝備呢 是全服最強的阿萊斯特之神 走輔助系列 而且是全坦克的阿萊斯特 你沒有玩過對不對 這套裝備真的非常不一樣 他不只把阿萊斯特 作為輔助的弱點一併消除 而且續戰力非常驚人 可以無限綁綁SN喔 很好玩的一套出裝喔 在出裝的方面 你可以直接看到 輔助裝出完之後呢 吟油之靴降低冷卻 而他第三件裝備 竟然出長身護符 我們要知道 阿萊斯特你在玩輔助的時候 常常因為續戰力的原因 綁完人打完一兩次會戰 你常常會被直接打到沒有血 而這個長身護符呢 作為一個坦克的裝備 他只要1900塊 脫離戰鬥的時候 又能回復你4%最大的生命值 在出完這套裝備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魔紋搭配的是 魔能充盈 所以你可以無限綁綁 無限續戰 你永遠不需要回補喔 前幾天很好玩喔 我去大湖採草莓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 我在去大湖的途中 我才知道 欸 原來 大湖是在苗栗喔 我一直以為大湖是在新竹喔 沒有辦法 我國中的地理常常被擋 然後我們到大湖的時候呢 已經下午5點了 因為現在嘛 現在天氣的關係 所以5點的時候 大湖那邊就超級超級黑喔 不過草莓真的超級好吃的 你有去過大湖採草莓嗎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好啦 在這邊呢 我們就調戲一下對面的射手 我覺得阿萊斯特輔助好玩的地方呢 是你只要主點一技能 負點二技能 有大就點大 搭配你的挑戰者技能瞬移呢 不管你是往前版 往後版 哇 對面的 哇 拉威爾一直丟馬桶 蓋過來欸 我有點受不了 他丟的老實說蠻準的 又過來跑線支援 沒有關係 我認為這個金壺的全新造型 真正好玩的地方是 他的特效是金色的 所以對手要在預判你 到底有沒有綁人的時候 他的眼睛會非常的痛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阿 只要是金色的造型呢 我都非常的害怕 好啦 這邊呢 莫名其妙把拉威爾綁住之後 塔拉直接封塔衝了上來 和平啦 各位 哇 他們有夠狠喔 他們是團排嗎 默契也太好了吧 各位 好啦 在2022年呢 其實有非常多精彩的改版 這個祁爾直接被變成 尿布丟進垃圾桶裡面去 不過我們的圖倫非常酷 我每次都覺得 對面的那個 那個星座圖倫的造型 很像是我國小的國文老師喔 就是直接拿那個愛的小手 在前面丟來丟去 而且他每次要丟大絕招的時候 就會把那把 他 他背上的那把 不知道是雞毛毯子 還是什麼抓羊懶骨頭喔 直接往前一個丟甩的 你不要不要的 我這場其實也不害怕 納克羅斯過來喔 我這場要專注的就是 把對面的佛洛倫呢 在開完決鬥之後 把他給綁起來喔 我管你怎麼決鬥 碰到阿萊斯特大絕招 你就是直接再見喔 阿萊斯特也有個綽號 他叫做全國小的克星 啊不是全國小 全狗角的克星啦 我在講什麼香蕉歐米長喔 這邊呢 我們直接拉住了 對面的佛洛倫 把他綁住 你可以看到 剛剛呢我是指定他 我真的很害怕佛洛倫 在我們這邊滑來滑去喔 如果你剛剛呢 是使用智能施法的話 你可能會直接綁到他啦 好 這邊納克羅斯 預計會被變成冰塊 沒有錯 往前囉 可樂加大 那拉維爾要丟他的水餃的時候 直接被我暈住在原地 哇 對面的拉維爾 他開大的時機 我覺得都非常的精彩喔 好 這邊呢 我們走進草叢裡 預先探了一個視野之後呢 這一版的奇爾感覺很弱勢啊 怎麼誰都打不死 喔 同仁直接一個往下開砍喔 把納克羅斯直接砍成了 大碗的牛筋牛肉麵 我 我最近 這種天氣超冷的晚上 我超愛吃牛肉麵 但是我比較喜歡吃的是那種牛肚 然後或是那種 有沒有 牛藍的那種牛肉麵 就是這麼輕鬆 講個牛肉麵 就直接把對面佛洛倫 綁到變成小熊維尼囉 好 欸 喂 才剛誇獎你耶 雅蓮就直接被對面的星座拉維爾 射回外太空去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各位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把塔守住之後呢 就趕快去下入支援了 阿萊斯特清兵也超級快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魔力 幾乎永遠都是全滿的 魔能充盈真的超級棒 親愛的圖倫國文老師 你已經被包圍囉 直接一個原地捆綁 讓隊友收頭 哇 我傷害這麼低 還能搶到頭哦 好啦 當然前期打到優勢之後呢 就是凱撒 魔龍不斷的支 雖然這個版本 要拿凱撒才會有影響力 我好懷念上一個版本的 傳說對決哦 菲尼克最強的版本 好 這邊呢 我們先暫時的撤退 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場 我出完生命護符之後 我的血量 幾乎都是全滿 再搭配強化恢復 哇 這場真的玩得太舒暢了 好久沒有玩這麼好玩的阿萊斯特 你會看到有些全服最強的阿萊斯特 都出快速職學 引游職學 不對 都出那個 那個鞋子叫什麼 好久沒出 反正就是那個脫離戰鬥之後呢 可以增加移動速度的鞋子哦 好 那這邊呢 我們 哇 哇 對面的拉維爾是要丟幾次技能 這技能是怎麼回事 哦 我剛剛送過來 我沒有魔了 欸 剛剛是我的Line想了 不是你們的Line哦 好 把對面的弗洛倫綁 他擋住之後 為什麼亞連要跳舞 這一個就是懶人型的亞連哦 他沒有滑一下指定一下 哇 飛火路人逃跑 原地新爆氣流斬堂 在原地太精采了 哦 塔拉好像有點肥哦 我們先保護我們的射手撤退 我們的射手其實前期也有在農碎 他超級肥的和平啊 啊啊啊啊 你怎麼丟的到 哇 好準 好準 他 你可以看到對面拉維爾 他其實每次大絕招都丟得好準 就差一點點 哇 這次被他一個神預判喔 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往後一個推 綁 再讓菫過來 哇 這個傷害 你們有看到嗎 這個傷害太 太猛了吧 我的天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嘉義米糕火雞肉飯 欸 嘉義有米糕嗎 好久沒有去嘉義了 1月13號呢 是我跟我女朋友 喔不 現在是我小老婆 欸不是 小老婆 好像講錯我會被罰貴流連喔 就是跟我老婆的交往紀念日 我們先到兩個地方要去 希望你們能給我建議 建議一下 你們覺得要去日月潭比較好玩呢 還是去谷關比較好玩呢 因為這兩個地方其實各有特色 只是谷關好像去那邊 感覺都是老人去的 可是我又好想去谷關泡溫泉 為什麼又要放我啊 你讓我直接變成了一個電動手扶梯 往前衝欸 好 出完這個小法書之後呢 看對面的塔拉還敢囂張不囂張喔 哇 這個景我真的 救不了你喔 脫離戰鬥之後 我也是一個小塔拉 我這場都沒有回補 除了被打趴之外喔 幾乎就是一直在線上呈現 其實你要玩中路的阿萊斯特 也是可以對面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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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救助文化村大怒神 直接讓他下去 打 會 哇 好可惜 剛剛老實說可以幫我擋住技能的 好了 那再把魔神凱薩吃掉之後呢 我就跟著隊友一起推薦喔 其實玩輔助你也不用在意人頭 你只要 在意的是你這場輔助的工作 有沒有做好 像你玩阿萊斯特 就是把對面綁住再見喔 這樣都能逃跑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就跟你去吃牛肉麵 然後夾了豬耳朵 卻沒有夾乳蛋一樣 哇 好可惜喔 這也是這個版本雅蓮的弱點喔 當你沒有順利蹲到對手 或是對面是那種 多段位移的射手 你玩起來就會超級慘喔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跟著這個 長得很像進化不完全的大蚊子 我每次都覺得他很像是 如果再加一點翅膀 就變成蚊子了 哇 對面的塔拉過來 不過我們不需要害怕他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出狙魂喔 狙魂一出 塔拉就直接收進垃圾車裡面 對面也出了仙靈喔 因為我們的圖倫 然後又有齊爾 又有輔助阿萊斯特 所以他們應該非常害怕我們 雅蓮直接過去 那我直接把對面的佛洛倫 訂到去花式賣花 喔 直接變成冰塊 往前一個浪漫途徑 過來 全部收頭 完全不用理塔拉 先把後面的肥肥圖倫給擊殺 喔 國文老師來了 雅蓮拜託你 對付他一下 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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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我一個綑綁 play 這不就輕輕鬆鬆嗎 其實這個時候推進去就贏了 可是我血量有點危險 哎呀 失策失策 公共廁所 那我們就直接 喔 封塔 這個封塔開的還蠻漂亮的 把塔拉直接綁起來 嗨 哇 哈哈 嗚呼 哇 哇 這個是我的失誤 啊 大家都被擊殺 沒想到立功的是超級小兵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喔喔 один consistent 關門 face你